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yRadio从2007年创办到现在 今年是第12个年头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MyRadio这个平台 代表香港大多数人去发声 鞭探权贵 批判共产党 大家看到 这十多年来 香港的政治日趋敗坏 共产党对香港又加强干预 泛民主派 独裁无胆 民主无量 进退失据 香港的言论自由也进一步收紧 我们一息尚存 都要继续奋斗 本土民主反共 请大家支持MyRadio 记得交与费 现在已经是月底了 你交了月费没有? 还没交的话 就请到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 选你想支持的节目 预先感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节目月费计划 真人版的科学真人版 是 出现版 不过你看到的电脑看也不是真人 只是一个影像 可能是 科技已经更加进步到 我已经可以完全坐在这里 大家也不知道 好的 我们今天可以直接交流 第一件事想问 这个就不在我们预计的题目里 近来我觉得好像 自从今年我们去做这个科学新知 是 至于科学新闻也挺多 挺平均的 我觉得那些材料和出来的影响 是一些属于比较大的研究 体验在哪里 就不是想赚自己的 是因为大家就算看到其他的主流媒体 就算是中文媒体 他都已经很容易知道 这件事是一件大事 甚至乎有时找些材料 我今年有一个很 一路做下去的感觉就是 我竟然在有一些材料 我觉得我要由中文媒体 可以拿出来说 以往 我觉得做这个节目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外媒体是先行 所以我才将 如果中文媒体未知道 这件事是否正在一步 我就先拿出来 但现在我发觉 是出了几件大事 令到中文媒体都已经 意识到这是一个大的科学新闻 其实今天讲的两个 其实都算是 我绝对同意 因为基本上 我从来去看科学新闻 我不看中文 当然 你觉得好像很招职 其实不是的 因为大家知道 最简单的原因 就是因为 中文的新闻 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我为什么不看原本歌 是 是的 但是最近我相信 其中一个原因 也是 就是 华语系的科学家 在很多科学的发展上 他们都有一个位置 是的 所以中文媒体 就有很强的动力 去跟随新闻 但是你说原创性 由头到尾都是中文去报 英文及粤报 我相信 我觉得都暂时是少的 暂时 是 不重要 这个证明了 我们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我想是在近几年 重新出现 互联网一浪 流动电话一浪 互联网一浪 但是最近 很多基础科学的突破 我相信 未来这几年 又用了一个很老土的说话 主宰了人类发展 以及我们的生活 尤其是 那种科学突破 主要体现在几个科学上的大问题 一些意识问题 宇宙的问题 以及生命的问题 你发觉 这里多了几个大突破 自不然 那个烟瓶是大的 是的 我们今天讲的 第一个是和宇宙有关 这个也是晨智雲博士的本科 这个涉及到我们以前也提过的 就是那个 害器的问题 就是那个宇宙在大爆炸理论 理论上 会剩下一些什么遗迹 让我们看到 一个再进一步的认证 其实我们一直认识 我现在希望去探测到更多的一些信息 然后去认证我们的理论 其中一个很简单 就是说 在那个宇宙大爆炸理论 就是那个过程出来之后 它有些什么的遗迹 应该我们今天看到 这里可以有些认识 就是 譬如有几样东西 就是那个宇宙微波的背景辐射 我们今时今日是探测到的 是那个零下270度 差不多的一个温度 很低的 然后呢 还有在这个微波背景辐射上 是有一个很微弱的起伏 我们也看得到 还有就是说 我们看到一个 在那个宇宙第一批出来的那种 化学元素 氢和氦的比例 要是符合一个是 以力学得出来的结果 这个也是证实得到的 今天宇宙学的几大支柱 再加上那个宇宙是在膨胀 就是刚才说宇宙背景辐射 基本上我们的理论也是很 叫做 几实正 但是呢 还进一步 甚至我记得以前自己做宇宙学研究 甚至有些大师甚至提出过 就是说 比如说氢和氦 下一个元素就是Lithium 锂电磁的锂 亦都有机会 可以由宇宙初生的时候 撞出来的 但是那个量就会少很多很多 那究竟又是多少呢 亦都有人提出过一些 天文学的观察来去量度它 其实 不过今次这一步 亦都是再进一步 他就是希望 去量度一种 由宇宙初生出来氢和氦 这两种元素 组成的一个很临时的化合物 那么这一样 这个化合物一般在试验室内做得到 但是基本上是很不稳定的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 它在宇宙大爆炸出来的时候 是有一段时间是曾经出现过 而甚至乎在今天一些的星云 那里形成的时候 里面都应该找到这一种 这样的临时化合物的那个 光谱上面的痕迹 所以呢 台长刚刚提出了 就是这个叫Astrophysical Detection Helium Hydroid Iron HEH Plus 就是由一个 害气的原子 再加一个氢的原子核 黏在一个临时的化合物 我会想象就是 可能这个 Helium上面的 那一对的电子 它可以临时地和氢 形成一个很弱的 轻件 都不奇怪 而且在实验室上 亦都可以做到出来 知道它的光谱线要是多少 应该就好像149个 就是 我的单位 我忘记了 这一篇文章 在后面会看回 那当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典型的放射 光谱放射线的时候 我们就尝试在天文上面的观测 去找一下一些星云 甚至宇宙大爆炸 留下来的遗迹 这次是一个星云 去找到的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论具 其实如果有的时候 就是多多少少都印证到 就是说我们这个宇宙大爆炸 是应该要有这个过程 甚至乎 证实它的存在 还有一个意义就是 有这种元素出现 是更加令我们合理解释到 之后会出现的其他化学元素 在这里可以说 它赋予了宇宙学 有一个新的意义 所以为何自然 这个期刊 是把它刊登出来的结果 我想一般人 对待这个题目 也有点困难 原因很紧张 但看这个词 已经有点 Helium Hydro 一般法学家 都不会触碰这种元素 你首先要解释一下 这个符怎么看 H1 H是大草 后面应该是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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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待这个符号 首先看前面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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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素的原子核 屬於比較輕飄飄的原素 用來進入我們的氦氣球 就可以升起 現在基本上不一定要用氦氣 用氦氣也是比起 正常的空氣輕 它也可以升起 上次你講過 氦氣現在比較少 但它不會爆的 有個好處就是 安全一點 現在這個氦氣球 因為有兩個質子在中間 但它外圍也有兩個電子 所以外圍有兩個電子 化學上我們應該知道 它有一個能力 這個電子對 就應該有能力 去跟一個氦 去黏成一個 不算太實正的 一個鍵 這個氦就是這樣的 它本身是一個質子 也可能有時候 一個質子加一個中子 這就是用來做核聚變的同位數 如果它外圍也有一個電子 如果它外圍沒有電子 它就是一個離子 所以有一個 H 正 所以 HE 這個中性的氦氣 再黏在一個 沒有了外圍電子的氦氣 這個狀態 它們黏在一起 那個化學式就是 HEH plus 整個東西就是 總體上帶正電 這個我相信 很少在我們的教學上 那是否代表它 在現在我們的自然界 很少找到 在自然界上 為什麼很少找到 因為它是一個 大靜電的離子 是離子 基本上 我們周圍有很多的電子 一貼到它 就馬上掉下去 基本上 將氦很自動地分離出來 因為它是靜電上 大靜電 然後有一個浮電 它基本上就會 整個東西中性 它們之間的靜電力 那種吸引力 也會沒有了 但是 在宇宙初生的時候 是有一個很特定的條件 甚至乎在星雲裡面 它也有一個很特定的條件 令到這種元素 暫時能夠穩定下來 這個我要解釋得比較久一點 其實 因為它重溫 就是宇宙大爆炸的時候 是發生過什麼一回事呢 它爆炸的時候 溫度是比較高的 一直等到它 年齡到30萬歲的時候 基本上就出現了 一個叫做蜜蜜蜜的階段 就是那些 原本離子化了的 尤其是氫氣 就已經 將周圍的自由電子 採取回 就令它變成中性的原子 基本上 離子就不再大量地出現了 剛才聽到的30萬歲 是很短的時間 不要用我們的時間來理解 那是宇宙初生很短很短的時間 是的 你不要說了 現代智人出現在地面上的歷史 都有200萬年 現在在一個宇宙 是一個30萬歲的時候 其實就是 是一個連人類歷史 都可以承載到的一個 應該說是一個 智人的歷史 都可以覆蓋到的一個範圍 所以對於宇宙來說 真的是一個很短很短的時間 那麼 在這個時候 之前 就是一個離子化的狀態 氫氣 它的電子 你想安全地著陸 穩定地黏住一個氫的原子核 是不能夠的 因為很快它會撞到其他的光子 來撞散回去 甚至乎再早一點的時候 連氫氣都是非常離子化的 基本上氫氫全部離子化 熱到一個地步 如果回到我們認識的化學 我們知道 氫氣有兩顆的外圍電子 它其實也會率先變回中性 曾經有一段時間 那些氫氣是首先形成了中性的原子 就留下氫氣 還是大量離子化了 有很多自由電子 一個這樣的狀態 在這個狀態的時候 氫想安定下來 安定不到 有大量的H症 這些帶正電的氫氫 其實大部分是一粒質子 就四處飛 它們就會有機會 以一個自由的形態 未是離子化的形態 就黏在暫時黏在一個 已經是去離子化的 一個中性的氫氫的元素 就能夠形成到 一個HEH症的臨時的元素 隨著它繼續冷凍下去的時候 那些電子就可以透過加入這個氫 就令到一個中性的氫出來 基本上那些HEH症 又不是再一個穩定的狀態 它需要的條件就是 那個溫度和密度的環境 是適合一個氫氣變成中性的 但是同時 那個溫度也要熱到一個地步 令到氫氣不適合 以一個中性的形態存在 就是經歷了這樣的階段 這種元素就可以穩定地出現 亦可以反過來看 如果有這種元素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更加印證到 一個冷卻的過程 這些HEH症的分子出現 就證明了一個冷卻的過程 曾經出現過 所以就是一種由化學上的證據 去證明這個東西 其實可能是正在冷卻的 如果這個證據是由一個宇宙去看出來 就是宇宙也有經歷過一個階段 即是一個獨立於其他發現的一種實際的證據 去重新證實這個宇宙的模型 這裡有一個問題 譬如說我們去看大爆炸的模型 是不是宇宙最初由一點爆出來的時候 是突然間很高溫的 這樣說 為什麼會突然有一點爆出來 現在還是說的 當然我們原意相信 就是當初一個高溫高密度的狀態 不過密度就是一個能量密度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高溫 它不會膨脹 以我理解是嗎 你可以說是的 其實它一直這種膨脹 也是一個冷卻的 就是它由最熱 有一點最熱 它一邊散開的時候 所以它就會慢慢冷 你永遠可以問 就是為什麼有一個初次條件 令到一個高溫高溫的狀態 那個不需要問 因為沒有答案 這個已經去到有時候 究竟是不是哲學的問題 就是這一種 我自己都很避之則吉 我對這些問題 但有人去專門研究這些叫做 Initial Conditions 對,Initial Conditions 就是為什麼會由零去一 甚至為之後 為什麼會出現一個 Inflation 那個大暴漲的過程 但是我剛才問的意思 就不是說為什麼 而是說這個過程 我們現在有沒有從這個例子去推算 因為如果你說它是冷的時候 原本之前那條件一定是熱 是的 所以我們看過就是 它由最初很小的那點爆出來的時候 就應該是高溫 它慢慢擴散 即是膨脹的時候 就會回到高溫度低了 是的 在這個發言來說 是應該印證到這個步驟 是,它印證到就是一個 不斷冷卻的過程 還要加多一點點 其實就是在它形成這個建的過程 它是會額外地向周圍環境 支取能量 是 如果我這個希望沒有記錯 其實它多多少少會影響了那個 叫做recombination 那個叫做離子化狀態消失的過程 它會令到有一些獨特的訊號 走出來 它不是一個 你可以這樣說 不要用那些術語 你純粹就是一個波一邊滾到山 就是滾到山 就像一個溫度一邊滾到冷卻的過程 但是現在我們 因為發現了滾下來的過程 也牽涉到很多這些化學元素的互動 透過了解這些化學元素之間的化學特質 我們基本上最有發現 就是它滾下來的過程 不是說 一條很平滑的線滾下來 它滾下來可能突然有中間位平了 然後繼續滾下去 我們是連這件事都可以找得到 現在就是在說的 對於整個這些輕同害這些元素去冷卻融合的過程 我們有一個更加仔細的了解 但是如果你說這兩種元素都是宇宙初生來最普遍的元素 如果從這個來說 我們理論上應該可以推算到 大概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至少對於溫度的歷史 以及那個叫做cosmochemistry 宇宙化學有更加多的認識 因為我們總是想有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法 了解宇宙的所有 最初就是看到純粹淨下來的殘餘溫度 我們甚至想看除了殘餘溫度 看到有沒有淨下來流下來的物質分佈 甚至看到這些物質冷卻的過程是怎樣 現在甚至冷卻的過程中間曾經產生過的臨時中介物 我們都證明得到它曾經存在過 當我們證明到這個曾經存在過 我們對於整個宇宙學的模型 我們可以說那個resolution 可以有一個更仔細的認識 這裡再講一個小小小就是 HGH 症的元素 它的光普線 149.1 micrometer 其實是一個軟紅外線 我都看不到的 也不要說軟紅外線 是一種差不多電波 我自己一時都記不起來 屬於一個波長比較長的東西 因為對於我一般的可見光 典型來說是以十幾乎七次方 即是米 即是以三百至七百個納米為單位 現在這個是以一百個微米 差不多去到毫米的階段 其實是0.1毫米的波長那麼長 這個其實是去到Rail Wave 所以不用想看到 但它是用這個無線電的 對 探測它是由哪裡來的訊號 它是探測由一個叫Panetary Nebula NGC7027 這種NAPLAN 又要解釋一下 其實它就是一種 由一個行星 譬如說像太陽一樣 它最後走入到白矮星階段之前 它會變成紅巨星 然後它一直冷卻 將一些氣體往外推出 出去的時候 就會形成一個星雲的形狀 其實就是這些 由行星流下來的星雲 這個星雲的狀態 就像一個周圍圍著轉的光環 所以就叫Panetary Nebula 那是否代表星球死亡的象徵 其實是一個殘餘 現在這個殘餘也是不停地冷卻 它曾經的強度就是足以離子化 但它慢慢經歷了一個比較緩慢的 去離子化階段 它上面也有一個recombination 換言之那些東西是固定了 就是出現了一些 你總之沒有一種元素 它原本是離子化的狀態 變成一個不是離子化的狀態 簡單來說 我們從那裡就可以看到一些 在這種冷卻過程 一定會出現的殘餘物 譬如說從剛才說的 我們可否有一個推算 由於這個溫度越來越低 我們現在整個預約的過程 慢慢走向低溫的過程 對 而且應該走向越來越平衡的過程 越來越低溫的過程 去到一個最終極的階段 就是一路很低溫很低溫 甚至乎那個平衡都達到 你所謂平衡的意思 是否宇宙每一個地方的溫度 不會太大差距 也不會再有高溫流向低溫的狀況 現在我們感覺到摸到瓷磚凍 是因為我們有些熱流到瓷磚 甚至乎所有東西都達到平衡 大家溫度都一樣 沒有哪個高哪個低 大家非常平等的時候 那個熱的輸送就沒有了 有人說 有一個最終極的狀況 就是以熱力學來說 叫做Hit Death 就是以熱力學來說 定義了這個物理系統的死亡 它不會再有任何的演進 是這樣的意思 那如果是去到熱的死亡 是否代表生命死亡 那也是 因為生命其實是一個 不停地去搬弄熱能的過程 甚至乎某一部分 是可以逆傷的過程 是呀 生命是逆傷的 我們透過將一些能量轉化 去中間過河濕腳 然後將它變成我身體上的一些 工作的能量 然後也有一個比較低階的能量 一個體溫的形式 去到處放出去 如果對於溫血動物來說 就是這樣 那如果整體來說 我們現在對宇宙始創的過程 那個證據 我們是否都有相當大的把握 算是 尤其是應該這樣說 應該說 由Inflation 我們都不得不接受 因為Inflation 是一個很好的模型去解釋 但究竟為什麼會有這件事 我們不懂得解釋 由Inflation 一直那個熱的歷史 一直怎樣冷卻 一直到今天的星體形成 我們就 其實就 出來的證據 cross track 就發覺我們不能不避免 有幾個假設 一些的 譬如是 暗物質 和暗能量 暗能量 尤其是Dark Energy 就是那種真空能量 性質 究竟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沒有這個假設 我們的模型 就不能夠有效地解釋 我們現在看到的東西 甚至我有些新的觀測 去驗證的時候 也發覺這個假設 是合理地繼續存在 我們否證不到 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能力 去否證我們一般的假設 就算我們先前 一兩個禮拜前 有些天文觀測 是發現到 有一兩個 是完全不含有任何Dark Matter 是害怕任何 是挺大的發現 在這裏 但是這個發現 亦都是跟我們 一直以來的暗物質 在宇宙學裏 需要引入暗物質的假設 是吻合的 因為的確 有暗物質 不代表它周圍都有 是的 它不是等於那裡 我們看到那些不暗的物質 那些明的物質 那些都要一塊塊 周圍走賣一塊 暗物質也是很合理 他們就會有些地方物質 很高 那些地方物質 甚至有些是在星系群的外圍 那些星系 甚至他們 那個暗物質的物質 應該要是很稀疏 然後在星團裏面 就是最裡面的 暗物質的物質 應該是很高的 這樣反而更加印證到 其實暗物質的假設是合理 所以我想相遠 大部分的這些假設 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推翻 但是也有另一方面的發展 就是現在的天文望遠鏡 或者各方面探測宇宙的條件 比以色列才好 這個你提醒我 又要多說一個 就是這次他這個發現 是怎樣去做的 台長你猜一下 要看宇宙的東西 基本上那個裝置儀器 是怎樣的 好 那你要看天文望遠鏡 我們說很久 可以是天文望遠鏡 可以是在哪個位置 擺哪個位置 越高越好 有可以是去到太空 有些可以是擺Ground Base 這個很有趣 他擺了一架波音747 哦 這裏他好像有沒有說 他是Max Planck Institute 申請了一個項目 就是把那一塊儀器 人造衛星貴 這樣就不射人造衛星 擺在地上又不夠好 但是我們知道 對於這種HEH症的 這種臨時化學物 我們在實驗室產生出來之後 我們大約看到 就是說 它很容易被我們一般的大氣層吸收了 但是也不是吸收得太厲害 所以只要你不需要去到太空的狀態 你只需要把儀器 用一個普通的民航客機 上到平流層的位置 基本上我們有足夠的靈敏度 去探測到它 所以這一次他們是很有趣的 把一個波音飛機 後面改裝了一塊 大約兩米乘兩米大塊 放在機尾那裏 飛上去 然後就收到訊號 這樣又挺有趣的 不多的 好像這裏 但是最後也是一個 為了把靈敏度最大化 然後成本效益提到最高 所以就選擇了這個方案 是呀 但是這個就是 在成本與效果之間出現平衡 是呀 譬如你蜜酒蜜很簡單 吃得越遠就好 最好放在月球 是呀 但是你這樣可以 雖然在SpaceX現在都可以很便宜 是的 有個數字都可以再報一報 就是當時 如果說在宇宙的初開 一路冷卻冷卻到何時 就會最容易發現到這些HDH 就是在那個叫做 Kelvin Temperature 就是4000度左右的時候 其實對應到攝氏幾度呢 你就將4000減回273左右 就是大概是3727度左右的一個溫度 如果它再冷卻到4000個Kelvin冷卻到3000個Kelvin 就是連氫氣都會由離子化變成中性 但是這個剛好還是高於很容易令到輕保持離子化的一個溫度 但是當時的Kelvin已經變成中性的原子 這個狀態 就是最有利出現這些HDH症的這種基礎 簡單來說 看這個論文的名字 都全部是德國人 所以這個應該是德國方面的 應該是Max Plan 就是Max Plan 是一個研究的特劃 好 我們這集結束了 我們下一節講一講 意識的問題 好